新城鄉元旦升旗活力建走及空屋防治宣導活動 一大早在新城鄉公所舉行 有1000多人來參加建走也新場了新城鄉的美景 鄉長何立台表示 今年度爭取到4億多元地方建設經費 會逐步來執行 未來他也會繼續向中央爭取破壞新城鄉的未來發展 新城鄉公所141年1月1日辦理 2011年元旦全民升旗樂活建走及減免減碳空屋防治宣導活動 藉由鄉親的參與升旗建走活動 激發鄉親集體意識以及國家認同感 鄉長何立台任職之後 每年精心辦理各項活動 生意典禮增加建走沒有公園花海等等 讓鄉親活得健康而且生活相當美麗 今年更結合優秀學生獎助學金的發放 在新的一年第一天表揚以及鼓勵新城鄉內優秀的學子 在禮台回任新城鄉長三年至今 要非常感謝習政委縣長 一路來對新城鄉的支持跟很多的指導 讓在鄉鎮的建設 在社會福利的推動 以及各項社團的補助活動等等 可以做是空前得到縣府這樣一個補助 我們在這邊要來表達感謝之意 縣鄉攜手合作 是華人縣十三年鄉政 共同的一個目標 也要來謝謝我們傅崑崎立法委員 郭希在擔任縣長的時候 造就我們今天今年國展 以及未來我們後來我們由習縣長 來整個興建完成 我們給縣長給委員表達感謝 請鼓掌謝謝 感謝許多位縣長 郭君子立委 有你們真好 因為新年國宅安心住宅 都已經交屋完成 讓我們在整個新城鄉 煥然一新 整個欣欣向榮 所以在年初 我們今天晚上也好 在秋天晚上也好 可以看到 我們整個新城鄉亮起來 因為今年國宅在這個地方 我們來表示翻營 所以我們在整個環境上面 做大大的一個改善 我們做了光雕的一個設計 讓整個新城鄉花蓮縣的大門物 整個都來亮起來 也要來表達對於我們青年 來入住我們新城鄉 來表達歡迎之意 李台除了要謝謝縣府來幫忙以外 也要謝謝傅昆琦立法委員 在擔任立法委員期間 對於新城鄉各項預算建設 等等各項的一個協助 在立法院給我們幫忙 幫忙非常非常之多 讓這三年當中 新城鄉能夠來大躍進 前來共襄盛舉的由立委副昆琦 現場徐甄衛 先延出光明 鄭寶秀 下面代表會副主席張美華 和代表會同仁們 都一統前來迎接新年 金正141年1月1號 歷史性的一刻 並且為鄉親帶上滿滿的祝福 下一個例子還表示 透過升起建築活動 凝聚鄉親與鄉親們 一起來迎接新年 並表示新的一年 鄉公所團隊會繼續帶領著新城鄉前進 十大社會福利政策以及幸福感 近200多項的大小建設 提升鄉親的生活品質 在未來新的一年 鄉長和立台將會率領著團隊 竭力的為鄉親打拼 祝福鄉親在新的一年 健康喜樂 平平安安 心想事成 請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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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